富婆姐姐为了减轻我的压力 跟公司所有人开会公布我们的关系 所以我希望以后你们都给我闭嘴 能不能做到 大先生 今天开会就一件事情 那就是我跟小豪的事情 你们不是挺好奇 我跟小豪是什么关系的吗 说话呀 平时不都挺能说的吗 没有元总 行 既然你们好奇我就跟你们说说 小豪他是我弟弟 但是呢我们没有血缘关系 他能当上这个副总 跟这个没有任何关系 是因为他的人品 你们应该没忘上一个副总 是怎么走的吧 没忘元总 我是喜欢小豪 但是我们并没有在一起 因为小豪他不想成为你们口中的那种人 所以我希望以后你们都给我闭嘴 能不能做到 大先生 能 既然大家都答应了 我也可以保证 不会因为小豪而影响到了我们公司的业务和发展 但是呢如果以后再让我听见你们在后面搅舌根 那就给我滚 三回 姐啊你这样做好吗 有什么不好的呀 那现在公司都知道你喜欢我了 他们怎么看你啊 他们怎么看我无所谓 不会我只在乎你怎么看我啊 姐啊你为我做这么多值得吗 值得以后放松点知道不 哦好姐我以后不会让你失望的 你做的好不好不重要 只要以后你能站在我面前给我遮风挡雨就够了 我会的姐肯定会 行啦走吧 哦